好,我们现在讲连续性与间断点 首先就是讲连续性,就是continuity 什么是continuity?什么是continuous function?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如果函数在这一点的limit 要等于它在这一点函数值 我们就说fx is continuous 在x等于editual是continuous 当然说如果说fx是 如果fx continuous at every point 在一个区间上是每一点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说fx是continuous 我们说fx是continuous as the integral 那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continuous的定义 我们是limit 要等于函数值 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fa它是有定义的 它是define的 第二个它这个limit也是存在的 第三个是limit的值 要等于函数值 要等于函数值 那么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 它就是discontinuous 就是它是间断的 这是三个条件 那我们第二个条件 我们可以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 讲的函数这一点的极限 它的limit存在 它的充分必要的条件 是 它的左极限 要等于它的右极限 它的左极限 要等于它的右极限 那它极限才存在 那我们第二个条件 可以换成 可以换成这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左极限等于右极限 这是continuous的 它的定义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去证明它是continuous的 我们就要验证这三个条件 那我们来看一些立体 我们说如果fx 它是等于这样的一个函数 2x加3 和7加上x分之16 这是x是小于点于4 是2x加3 x大于4的时候 是7加上x分之16 我们问 fx 在x等于4的时候 它是不是continuous 那我们要问它是不是continuous 那我们就问它的函数值是不是等于极限值 那么我们首先就看一下它的左极限 因为这是一个分段函数 我们只能算左右分别算极限 然后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等于号是在这边 等于号在这儿 所以我们到时候把值带进去 就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在四处的左极限 就是 那么在四处的左极限 那我们就用左边的表达式 左边的表达式是2x加3 那么在x区间4的时候 这是等于11 而右极限 右极限 右边的表达式是7加上x分之16 这是等于7加4 也等于11 而f4 是等于 那在4来等于的部分 是在这一部分 那么f4是等于2乘上4加上3 也等于11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左极限 等于它的右极限 等于在这一点的函数值 都是等于11 所以fx是continuous的 在这一点 这个它就是连续的 它在这一点是连续 那我们另外一看一个题 fx如果是等于 1减上x平方 当x小于1的时候 而x大于等于1的时候 是x分之1 那么我们问fx 在1处是不是continuous的 那我们的解法 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算在1处的做极限 在1处的做极限 那么就用左边的表达式 就是1减上x平方 当x趋近于1的时候 这是等于1 那么x在1处的右极限 那么在右边 它就是x分之1 它是等于1 所以说这个x趋近于1的时候 这个极限就不存在 所以fx is discontinuous 在这一点是固点续的 是间断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种类型的题 fx它是等于x平方 减2x加1 x小于0的时候 是这样 是ax加b 那么x大于等于 你小于等于2 而x大于2的时候 是4减x 问 我们问的是 我们说 find the value of a b such that fx continues everywhere 那因为我们三段里面 每一段它都是一个多项式 所以它们在各自的部分 它们都是连续的 那么 就是唯一不连续的部分 可能要可能出现的 只有在分段点 所以我们把分段点 在左右极限算出来 然后令它们相等 它就是连续的了 x那么在0的左边 在0的左边 它的表达式是 x平方减2x加1 然后0x等于0 所以这个等于1 那么在0的右边 右边的表达式是 是ax加上b 然后令x趋近于0 所以这个结构等于b 那么要令它们左右极限相等 那我们就得到b等于1 那么另外一个分段点是x在2 在2处 那么在2的左边 是 这是2 在2的左边 是ax加b 那么b等于1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是ax加1 那么令x等于2 x趋近2的时候 那么就是2a加上1 这是左极限 那么在2的右边 在2的右边 它是 表达式是4减x 那么是4减x 当x趋近2的时候 这是等于2 那么我们要令左右极限相等 所以是2a加1 等于2 所以a就等于1分之1 所以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 当 a等于1分之1 b等于1的时候 fx是continuous everywhere 这是我们用连续性的定义 去 用连续性的定义 去 去解决一些问题 好 那么如果不连续的话 我们叫做discontinuous 那么就是discontinuous points 它有哪些呢 我们以这个极限存在和不存在 为基本的标准 那么第一种是极限存在 但是 Fa 没有定义 或者是这个极限 这个limit 不等于 这个函数值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这种 在这一点 它没有定义 或者说在这一点的定义 在别的地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removable discontinuous point 为什么叫removable呢 我们只要redefine fa就等于这一点的极限值 那么它这个重新定义以后的时候 它就在这一点是 它就是连续了 第一个是极限存在 但是可能不等于函数值 或者说是函数值没有定义 那么第二种情形 就是左右极限存在 但不相等 那这种我们叫做跳跃简单点 叫做step discontinuous 或者叫做jump discontinuous point 是因为我们从图形上 我们看 可以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一点 它中间有个gap 相当于直接跳上去了 所以我们叫做jump 或者是step discontinuous point 第三种是 左右极限 左右的limiter 正的无穷大 或者是负的无穷大 那我们把这种简单点 我们叫做infinite discontinuous 我们只要左右有一个极限 它是无穷大 是正的 不管是正的 还是负的 我们都是叫做infinite discontinuous point 第四种情况 那当然说第三种情况 它会出现的是 我们很明显的就是 y等于x分之一 那么当x去近零的时候 左右都是去间无穷大 其中一个是正无穷大 一个是正负的无穷大 这种就是infinite discontinuous point 那么最后一种是 左右的limiter都不存在 两个都不存在 那么这样的 discontinuous point 我们叫做oscillation 所有两个极限都不存在的时候 它是oscillation的discontinuous poin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立体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一些情况 discontinuous的这个point 它的类型 我们fx它是等于x平方加上x减去x的 是x平方减x 当x不等于1的时候 而等于1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的等于1 移植内 逊方向 两个极限 and determine its type 如果说是removable re-define the value to make 如果说是removable 那我们重新定义 让它在类点是连续的 那我们的解法 那我们看到x不等于1的时候 x不等于1 它是这样子表现 那么唯一我们要知道 这个函数fx 那么1是一个分段点 是一个特殊的点 还有一个它函数没有定义的点 就是x等于-1的时候 x等于正负1 那么x等于正负1 是我们是要注意的 嗯 我们说是undefined 那我们做 我们先看x平方-x 除以x平方-1 它是undefined at x等于正负1 那么等于正1的时候 它已经在这一定定义了 函数 函数 函数在这一点是定义了的 在等于1的时候 它是定义了的 但是在-1的时候 它是没有定义的 那我们先看在-1的时候 x确定负1 好 那么x平方-x 除以x平方-1 它本身是 会变成什么呢 x乘上x-1 这是x-1 x加1 那我们把 x-1 这个factor 我们约掉 约掉了以后 就会变成什么呢 x 去进-1的左边 那我们去进 就去进-1吧 去进-1的时候 那就变成x 除以x 加上1 那我们看一下 还是没有定义 分母去进0呢 分子去进-1 所以 分子是负的分母 当然 分母它就是 左右两边的符号 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去进0 那么 是正五穷大 当x 去进 这个 1的左边的时候 因为是分子分母 都是小于0 那么是 负的五穷大 当x去进 1的右边的时候 好 所以我们说 x等于-1 是一个 无穷间断点 是叫做infinite discontinuous 好 x等于1是一个infinite discontinuous 那么x去进1的时候fx 那么x去进1 那就是x平方-x 这是x平方-1 像我们刚才那样 我们是x-1 x乘上x-1 这是x-1和x加2 x-1 那我们把这个common factor 约掉以后 分子剩下x 分母剩下x加1 那么当x去进1的时候 这是等于1分之1 等于1分之1 但是我们知道f1是等于1的 所以说x等于1是removable 因为它的极限是存在的 既然是removable 那我们要重新定义 我们定义f1是等于1分之1 那么我们fx的头 就会变成什么呢 x平方-x 除以x平方-1 这是x不等于1 等于1的时候 我们定义成是 2分之1 那么fx 它是continuous x-1 x-1 在x等于1的时候 就是continuous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removable 一种是infinite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fx它是等于 fx等于1 1加上x平方和4-x 1加x平方是x小于1的时候 那么x大于等于1是4-x 我们说 我们说 sfx continuous atx等于1 问它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好 determinist type 写不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看看它是不是continuous 那用左右两边的表达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算 它的左右极限 那么左边是1加上x平方 它是x趋近1的时候是2 而右边 右边是4-x 当x趋近1的时候 这是等于3 所以我们知道 左边的极限 不等于右边的极限 但是它们两个都存在 所以x等于1 所以x等于1 是一个jumped discontinuous 这就是我们去判断 函数的连续性和 确定它函数的间断点的类型 它的基本的做法 那基本上是 我们需要算它的 左右的冷层 好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